据海外网综合报道 美国政府消息人士5日披露 特朗普政府正在起草一项太空协议 有意拉拢盟友划定月球勘探 及资源开采的国际规则 草拟中的协议参照美国重返月球计划 名为阿尔推明斯协议 主要内容包括 建议设立探月安全区 避免相关国家及企业勘探及开采活动发生冲突 在国际法框架下拟定规则 允许企业合法拥有探月过程中开采的资源 美方尚未与其他国家正式商讨上述计划 美国官员打算今后数周与航天合作伙伴国启动磋商 对象包括加拿大、日本、阿联酋及欧洲多个国家 美方消息人士称 设立安全区并非宣誓领土 但在上述协议下 如果你要靠近某人的勘探活动 并且他们已经宣誓周边为安全区 那么你需要提前和他们打招呼 咨询并研究出如何保障所有人安全的做法 一些媒体和专家对美方动作表达担忧 认为在太空探索技术成为国家实力象征的背景下 美方长期把持规则制定 将科研探索政治化的意图日益明显 首先 协议磋商区分体友 拉拢盟国的同时排斥对手 俄罗斯与美国在国际空间站方面合作密切 却不在美方探阅规则出其虎办名单内 路透社报道 在特朗普政府眼中 欧洲多国 日本 加拿大等 与美国在月球探索中有共同利益 而俄罗斯对美方空间技术及其活动构成威胁 属于敌对国家 其次 单边主义大行其道 联合国等多边机构被绕开 美方官员声称 在联合国框架下协商探阅规则耗时太长 其与不具备相关空间技术的联合国成员国合作成效不大 因为选择只与志同道合国家制定新规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